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所以我们经常讲合作 说这个人合作性怎么样 合作性怎么样 对吧 比如特朗普合作性不太好 跟全世界搞得到处收税 对吧 对 对 但是仅仅合作还不够 要跟很多很多人 不同层次的人 不同地方的人 对吧 进行合作 那这就形成一个大的生态圈 把资源整合到一起了 对 把很多很多树变在一起 变成一个林子 对吧 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说 这个人再厉害叫独木难成林 但一旦成林有什么好处呢 就形成了气候 就不会被外边的风吹草动 所影响 对不对 一旦有气候 你会发现有什么好处 那边有鸟 有虫子 有牢骨 有狼 有小兔子都来了吧 对 是 这个叫大家一个生态圈的 什么是生态模式呢 你看啊 虫子在树上吃虫子 吃树叶 它吃树叶 有些虫子很可怕 那把树叶吃光 把那树吃死 对 树肯定是不好的 对 树来说它是个负担 是个成本 对 但是这个树林里有个鸟 对吧 鸟它吃虫子 对吧 但吃虫子长大了 是不是这个你看 是不是把树的成本 虫子变成了鸟的成长的利润 对 对不对 如果能形成这样一种模式 大家会发现是不是 你看树也帮了鸟 鸟也帮了树 对 对吧 对 它每一个个体生命 虫子还帮了两边 虫子还帮了两边 虫子帮了两边 如果有很多种树 很多虫子 很多鸟 对吧 对 这不就生命就很大 生态就很大 还有蜜蜂 在花上采集花粉 同时有帮助花 传授的花粉 对 你看啊 花没有给蜜蜂钱吗 没有 蜜蜂也没有给花钱 对不对 因为蜜蜂需要 对啊 你看 花也需要蜜蜂 它叫价值护化 对 就像鸟和树之间的关系一样 加价值护化 那比如说 你们叮叮电视台的节目 拿到我们山道翁路上去播 对吧 对 你看在那边 我们的学生听众受益 对吧 然后我们又能够达到更多的观众 对了 我们的互联网平台上 有上百万客户 呀知道 美国还有一个 我们华人美女创办的叮叮电视台 硅谷创新频道叮叮电视 那硅谷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科技 都是从我们这儿出来了 对啊 你看我 我呢今天 从中国来到了硅谷 利用这个时间 跟你们一起 跟你一起来做这个节目 那我如果把这个节目 拿到国内来做 对吧 对于国内的观众 或者美国的 你的听众观众 都是互相帮助的 对的 你看这叫价值互化 对吧 对 也就是说呢 你真正跟你一起 这个合作的这个人啊 他可能不是直接付钱给你的 但是呢 你们可以一起创造一种价值 然后呢 或者就是给另外一些人 可以受益 对啊 那么也就是说 就是他们有种说法 说什么 羊毛出在狗身上 然后什么猪买单 有那种情况 羊毛出在狗买单 现在是这样 谁也不用买单 谁也不用买单 对 那举个例子啊 说这个 我们这个 你看我们在中国吃饭啊 它有很多浪费 但我今天到美国 觉得你们很好 你们吃都是光旁啊 基本我们不点多 对啊 但是在中国的文化是这样 觉得要一定要不胜 好像就不够热情一样了 好像我点的菜 没够你吃的 比如丁丁女士 到我们那儿 我请你吃的方 我得点个四菜一汤吗 可能我们俩吃不了四菜一汤 对就浪费了 就浪费了 这里面也没有办法 那让它像我们现在 越来越协计 越来越官方行动了 那对于大多数来说 它总是老百姓 做一个过程嘛 你看越到落后的农村 它越要热情 它叫八大王 十大王 对吧 那吃不完 怎么办 就变成很多叫厨房的垃圾 对 剩余的垃圾 对 那怎么办呢 那就对于开餐厅的企业了 是不是一个负担 是啊 对吧 而且在美国的话 你垃圾剩了 你还要出钱给人家 给你清理呢 对啊 那好 那我有一个学生 做了什么呢 做了叫垃圾处理机 他把你的厨房的垃圾 垃圾变成复合肥 就你把它垃圾放里面 做机体出来复合肥 有机肥 有机肥 你看很多的有机农业 场所是不是需要这些东西 对 那我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学生 就开这个生态农业公司 他需要这个有机肥 那好就很简单了 你看啊 我生产设备 我设备呢 我免费摆到你家门口 你只要把那厨房垃圾放到你家 就变成复合肥料 然后那个拉走肥料的人付钱给我 对 我那个朋友在那里拉走复合肥料 他付钱给我 你看我在中国 他在中国一下摆了十万 十万家 那十万家 你看解决了多少厨房垃圾的问题 那么这个复合肥料 生产了很多很多复合肥 那我那个朋友把他复合肥料拉过去 变成个生态农业 那生态农业呢 他也不给他钱怎么办呢 他说那我给你 我拿你多少复合肥料 我给你多少股权 你看变成上市公司 大家多好 你看你是不是叫 叫这个餐厅的成本 因为你要处理这个 这个垃圾是要成本的 对 是吧 对 但变成了我们另外一个学生的利润了 对 设备公司的利润和那个农场的利润了 其实跟大家讲 就商业上说 我挣你的钱 你支付成本给我 我挣的钱 这个不厉害 厉害的是 我把你的成本变成利润 你也受益 对吧 你的成本一旦减除掉 是你的利润就高了 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要做到这个话 必须要有各方的资源 各方的信息 才能够整合在一起 都要很多棵树啊 对 一个树不行 两棵树不行 很多很多棵树 你看我在美国 我跟我的朋友 这个李先生 包括美国一个朋友叫Lloyd 合作一项目 是把你们美国的这个 就是那个废旧轮胎 把它裂 这个是垃圾嘛 就你埋在地上 又烂不掉了多少年 把它裂解 分解成汽油炭黑 拿来做什么用呢 那汽油就可以 卖给你们开车的人了 炭黑可以做成那个 就是我们做木粉 就做这个复印机上 是不是你看 把这个 而且政府要给你 还给你补贴 是不是把政府的成本 变成了企业的利润 而且解决了环保的问题 对了 你看 这就是我们讲 生态圈的模式 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模式 一定要让企业家 能够走出来 然后呢 能够去多学习 像跟陆老师这样的人 请教一下 然后呢 多交一些企业家的朋友 经常聊一聊 因为聊着聊着这个想法就出来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这个就是说 生态圈的模式 将对方的成本 转化成为你的利润 那为大家请到的是 中国这个著名的 营销实战的专家 陆长权老师 我在三年前呢 是第一次在北京 跟陆老师 那时候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聊的时候 您说的很多话 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 震动很大 这次呢 就终于有幸 把您请到这个硅谷 您自己来了以后 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聊 我们也希望说 以后的时间呢 继续有机会听到 陆长权老师的智慧 然后也可以分享 给更多的朋友 让大家一起 在商业中成功 陆老师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好 嗯 他的营销理论 比他名字更想亮 他是众多成功企业的幕后导师 他用二十年 构建了中国营销的理论体系 他领导的赞博管理咨询集团 服务过上千个品牌 成为中国营销咨询领域的标杆 他用实践告诉我们 没有哪一个品牌 强大到无法被挑战 没有哪一个企业 弱小到无法去竞争 他被认为当代中国 最具影响力的营销专家 陆长拳